1946年3月17日,一架飞机在雨中撞向了南京郊区大山,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,一代特空大王戴力就此陨落,周年49岁。 事后,周总理在一次会议说了十六个字,字字精准,戴力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,不同的人,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看法,有人说,他是蒋介石杀害革命同胞,实行独裁统治的筷子手,也有人说,他是抗日初见的大英雄,在笔者的眼里,对于戴力不能简单的用好人与坏人去评价他,其转范的一生十分复杂。 蒋介石对于戴力来说,是导师,是恩人,更是靠山,没有皇甫军校蒋介石的提拔,就不会有此后的戴力,因此具有传统思想的戴力,对蒋介石忠心耿等。 到后来尽管知道蒋介石开始怀疑他,甚至想要除掉他时,他依然想尽一切办法打消蒋介石的顾虑。 抗战时期,国军在正面战场节节半退,日本间谍以及卫军特务活动猖狂。 戴力利用军统力量,除掉了四十多名大海监,有力地震慑了那些想要卖国求荣的人。 戴力到底有多厉害? 据美国情报局的一份调查介绍,戴力直接领导了三十二万特务人员,其中有四万人日夜不停地为他工作。 可以说在地球上,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戴力的特务,一直到迈克阿瑟奔路日本,在日本空军内,一直隐藏着一只傀儡卑星队,接受戴力的领导,甚至在日本皇宫里都有戴力的卧底,也难怪到了后期,蒋介石都,感觉戴力要失控了。 日本投降之后,戴力的作用明显减少,加之社会舆论较大,蒋介石就想借此削弱戴力的力量,然而还没来得及实施,1946年戴力就意外遇难。 对于戴力死,当时的蒋介石允许内心当时高兴的,但后国民党全面溃退时,他又想起来了戴力的好处和作用,在其日记里写下,若有龙不死,不知是大陆哀叹。 作为戴力的对手,共产党方面对于戴力的死,自然是高兴的,周总理就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起戴力,他说,戴力之死,中国革命,可以批前十年成功,仅仅十六个字,却自自精准,恰好反映出了戴力的厉害之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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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